對耶,我覺得他們提到的都滿重點的,真的是有在練斜隊伍。 就在於說,他不懷疑自己的一個防守能力,但防守上面的協調性跟溝通,就是我們剛剛講到啊, 你打到比賽裡面的時候其實他已經不是在比你個人的防守能力了。 就看你的一個區域連防,要如何去抖動跟擺放。 我們來看到第二場比賽的BP MATTEAM這邊搬掉池上 NSD搬掉了仙道 那高冷這邊就把阿牧給斷了出來 高冷拿了阿牧 然後這邊直接拿出公衛體性 然後帶極訓櫻木喔 斷你高砂 那這邊強行斷高砂 因為對於MATTEAM的理解來說 其實上一把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前一把其實他是被BAN的高砂 他就不拿公衛了 所以在他們認為公衛跟高砂 這兩隻角色是綁定的 所以如果對手拿公衛不拿高砂 那你就直接斷他的高砂 那當然在NSD這邊其實理解就是 有一點差距的啦 就如果他們的理解是這兩隻角色 必須綁在一起的話 他就不會是拿極訓櫻木 他就會是公衛加高砂這樣一起拿 所以他拿極訓櫻木代表 他有辦法去打一個單板 而且我不知道公衛一番 他有沒有要吃打菜 而且我們這邊可以特別注意到 用公衛的是K喔 是他們的工具人喔 原本是工具人 但是聽說今天 K是就像這場比賽一樣 他是要擔任主控的角色 那SKY呢 他 我們看看他這場比賽 會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工具人 過敏思議嘛 就什麼角色都要會玩 看出來拿到工衛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等一下就要看一下 因為其實對於 NSD這邊的選角蠻妙的 就你看到Mate Team選高砂 選光頭 選木生衣 他其實幾乎是上次進攻能力的一個隊伍 嗯 就是要看一下對手對 木生衣的一個防守強度可以拉到多高 那再者說 我覺得NSD這邊的peak peak叫清田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對手有大機率 是選清田來補足這個進攻點位 是 是 那其實對NSD來講 他們今天賽前有特別提到 SKY用清田 K用工藝 是他們原本就設想好一個新招 所以 計畫 是完全實現了 加上光頭櫻木 但我們就來看 執行層面上面用的如何 是 頂頭的一個 中媽 哇 敲了一下 然後 抖抖抖 抖進了籃框內 嗯 面對 哦 這邊直接指出了D超 但也因為這樣子 沒有給超級的情況下 讓NSD的K找到一個空檔 哇 這一下玩心裡玩得漂亮 不過這一邊 因為距離沒有抓 拿捏得太精確 所以導致這個三分的空檔 要看一下這邊進攻 會不會把他打回來了 哇 阿姆剛剛在籃下 這一下沒投進 來到超級距離的頂頭 假如真傳 那K這邊其實也是很聰明的 馬上意識到對手 其實會對他做D超的 對 就 就不再做謊人的動作了 嗚 不謊人以後 給到清田直接來一個快扣 這樣裡面 也只是來不及反應 是就陣型來說 我覺得 NSD這邊選得不錯 沒聽這邊其實這把陣型 以我的理解來 我覺得全糟了 嗯 但這時候就要看高冷自己 阿姆的創造能力囉 持續的在低防 哇你可以看到K其實 感覺壓力蠻大的 就 還是要防一下這個D超 然後自己不能晃 然後又要去找布打 然後也沒人能幫他擋 哇 我覺得 NSD這場比賽的開局 確實是 讓Mad Tim有一點點措手不及耶 對 因為畢竟清田這角色沒有這麼好守 對 而且他們是 喔 有蓋到 哇 這邊從側邊的部分 手甩了過去 齒蓋蓋下這個火鍋 球學拿到以後 K這邊 喔 晃了一下 這球沒辦法晃到小七臉上了 沒錯 地板球的部分Tim 卡位置卡得很漂亮 齒蓋拿到球晃了一下 一樣是給到三面線的K 但這一球地板球 小七直接繞過工藝 拿到這一球 延續兩次的防守成功 能不能把比數縮小呢 頂了一下 來看一下高差這邊要選擇進攻嗎 3點的位置 沒有人去做跟防 藍板球Tim 挑籃 而且把球直接挑給隊友 哇 剛剛高差比較可惜啊 三點對手跳起來的情況下 沒有進那個臉比較黑一點 是 不過高差這個 理論上一二三點 其實都算是蠻好防的啦 嗯 就他不會是一個 威脅很大的一個進攻手段 對不過在面對對方 哇這個小七犯人失誤了 跳岸找了 好險地板球拿到 高冷這邊馬上緊急做危機處理喔 七八射箭頂頭沒有進 藍板球的部分 掌握下來以後 又來到NSD的進攻 NSD這邊也不急 櫻木有空檔也不出手 再回給K 再繼續找清 今天 大招的部分 還是成功的 穩穩拿下 喔這場比賽 我們看到K跟SKY角色轉換以後 其實打出一個相當不錯的開局 9比4 而這邊 哇 高冷算是一個失誤嗎 竟然在三分線外面出手 呃其實蠻 呃 他好像沒有投到三分線 不過其實重點還是在這一球 我覺得蠻明確 因為Mating這邊很知道自己需要打底頭 所以他們只要有能夠頂出去出手的機會 他們都是瘋狂頂 嗯 哇 這個地方沒有用地鍋其實比較可惜了 但好險這球也是沒彈進 哇 原來地鍋是用來這 漂亮 休想決勝補扣 哇塞一次抵銷兩個大招 那這邊看一下澳洲布灌籃 也是直接被SKY甩了出去 哇兩邊火鍋的一個比拼是很精彩啊 再來一個火鍋 這個二點清點也是蓋得很漂亮 來再看一下這個二段三段 有 清點點補三鍋 漂亮 SKY 哇SKY這邊也是 懷疑顏色環但是 很有力道喔 嗯 NSD的隊長這場比賽表現相當精彩 哇可以啊 這個三分球很致命 投下去就是六分差的比賽 46秒六分差 這場比賽NSD勝券在握喔 喔 這個三分線啊 小尷尬 小尷尬 也換到一個大招 嗯 再一次頂投 嚴重干擾 頂進去了 34秒 四分差 還有機會 這不要怎麼打 要把時間打乾嗎 對NSD來說 因為其實對手有帶兩隻超級的角色 然後再加一隻誤喘 其實球權上面來說其實他打得特別的小心 對 尤其是他們上個禮拜才剛被逆轉過 哇 這個跳扣被蓋了出去 時間也沒有打到最乾 但這邊這球如果沒進的話 就小有尷尬籃板球掌握下來了七個籃板了 哇 高砂剛剛的籃板也沒有能夠搶下來 那這場比賽勝負就此底定了 是8比12 欸 我覺得peak上面來說 角色選擇上面來說其實是你壓的 喔 喔 這場比賽NSD表現精彩漂亮啊 8比12 哇 節奏之內 就是 我覺得清田這個選擇是很漂亮的 嗯 怎麼說 因為 呃 Mate team執著的點就在於說 他覺得工藝配高砂過強 所以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斷 那 這一個資訊從哪裡來的 Mate team你們訓練賽拿到了 又或者是上一場的時候拿到的 因為 我背高砂 你後手方不拿工藝 跟 呃 你不拿工藝的理由就代表說 你沒有高砂你覺得工藝這個體系 是起不來 是 所以你覺得這隻角色綁定的情況下 欸 那乾脆我 我直接給你一個斷 斷的機會 然後你拿到木生衣 然後再硬斷高砂 其實你已經發現這兩隻角色已經沒什麼進攻能力了 是 那你第三隻角色要拿的時候 那你一定會想補足這個進攻點位 只有兩隻可以選 一個叫福田 一個叫清田 但福田 對 我認為對NSD來說如果對手選福田的話 他們應該是有把握防守住的 清田反而比較難防 所以自己選擇把清田這個點位給按掉 自己拿下來 然後讓對手去選 欸 還是我福田 可是福田好像沒這麼猛欸 拿關合好了 然後打一個全防守的體系 你看到三隻角色其實都偏向防守 對 所以導致說整體的進攻火力並不足 整場只有木生衣拿下了8分 其他人沒有辦法給予任何的火力支援 嗯 反觀我們看到NSD這邊真的是各司其職 TEMP搶了7顆籃板 那SKY跟K分別攻下了6分 那其中SKY的部分呢 他們的隊長 真的是這場比賽賽前的時候 他特別有提到說 他跟K會互換角色 然後他會拿清田出來 要讓大家嚇一跳 結果KAPPY有沒有嚇一跳 是 確實是打出了滿有系統的一個內容 而且這個清田表現真的很好 嗯